胡椒本是远道而来的舶来品,虽然如今早已是家庭厨房的寻常调味品,但却有着作为奢侈品存在的漫长历史,甚至曾被当作珍贵的药物。 白胡椒和黑胡椒其实是同一种植物,黑胡椒是用未成熟的果实干制而成,在这个过程中,肉制果皮就变成了深褐色的褶皱,而白胡椒则是成熟果实去皮之后制成,所以看表面比较光滑圆润。 严叔告诉我,白胡椒的气味稳定柔和,所以更适合用来熬制胡辣汤。